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青史记 从三皇五帝开始 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向前 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 华夏民族在历史的前行中发展壮大 很多独特的自然景观 历史古迹也都旧冒幻新眼 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 一位德国飞行员为我们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珍贵影像资料 他在1933年航拍下了大使的中国 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毕竟过去的已经永远无法再拍了 生于德国的卡斯特尔 在21岁成为一名飞行员 在1933年来到中国 参与当时的航线技术开发工作 期间他拍下了85年前的中国风貌 从南方城镇到西北荒漠 由老颐和园故宫及城区面貌 阿拉扇沙漠 甘肃 黄土梯田 河南等等 还有十分震撼的西安古城区 昆仑山 贺兰山 这些自然景观已经在80年的发展中 一去不复返 万象更新 黑白的影像苍净古朴 真实 这如上下5000年的中国一样 给人深深的震撼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